今年是大陸改革开放40周年 关于性色或性资的争论 早就消失在公众时间 特别是民营企业在这个共产国家里 这1982年的宪法取得合法地位后 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成分 但在公有自为主体的经济中 大陆民营企业的发展 又往往受到制度与政策上不公平的对待 当时银行使用防止抵押 采给中小飞企业代表或者是担保 然后有当保公司当保的时候 当保公司需要你反当保也是房子 也就是说中小飞企业没有房子 基本上贷不了款 这是近来由大陆央行与全国工商联 所举行的一场卧台会 对于民营企业的农资难题 会上是炮生龙龙 今年我们公司拿到的积卷利利的贷款 就有一笔 就是我一个化工企业 其他的都是上市百分之上市五十 离谱的那就是百分之十二十四 实体经济你现在制造业 真有多少利益 我们有一些企业好的百分之八百分之七百分之五 中国将坚定不移的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方式 我们会进一步完善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间接消除 间接消除 民营经济的各种不合理的障碍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政府不断在采取措施 给中小微企业 当然也包括 大众企业一视同仁的 减税减费 特别是给中小微企业 解决 或者说缓解 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而中小微企业 全大多数是民营企业 是他们 支撑了中国最大量的就业 大陆总理李克强在上个月19号 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演说上 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 被认为是回应新一流国进民退的 主管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刘鹤 也在同一时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面 指出中国要为企业家创新和科技人员的发明 提供充分空间 并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截止2017年 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 超过2700万家 国际工商部 超过了6500万 助手资本 超过165万亿元 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 超过了60 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比江山 大陆官方的数据显示 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的税收 60%的GDP 最重要的 有70%的科技创新来自民企 也吸收了80%的城市就业 90%的新增就业与新色公司 习近平强调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中央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民营企业要坚定信心 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为民营企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10月20号 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 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 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 民营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重申了党中央毫不动摇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贯立场 民营企业的效率与创新 正是大陆当前经济转型所需要的 习近平不论是在9月底视察东北 还是在本周进行他任内的第二次南巡 考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 都政治性地宣示民营企业的重要性 并强调要营造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 而10月中的第四次降准四马后 资金效应未先 大陆股市未减起色 物质还狂蟹倒跌超过一次 日本市场的信心崩溃 更断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规模1.2兆人民币的企业股票直压融资 也面临平仓断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就当前经济和金融的热点问题 也是专门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 以及我们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联合采访 刘鹤指出 中国股市近期出现明显的波动和下滑 是诸多因素造成的 在入股几乎跌破两年前的垄断底前 大陆副总理刘鹤罕见接受洋美专门 除了信心喊话 重点能在化解当前金融风险 更强化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疏困 紧接着 大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在上周末召开专题会议 一行两会四处理多 这振奋了本周一的入股 上演戏剧性反弹 三大指数全面上涨 纷纷创下近三年来最大单日涨 而本周的交易日中 大陆国家对资金屡屡进场纳本 避免股票质押融资 因破底的金融天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月22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 除外 大陆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官方在政策讲话 由人民银行罕见直接拨款1500亿人民币 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加大债贷款债贴线 提高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利益 利由人行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发展工具 拨了100亿人民币给中债信用增进投资 支持民营企业债贷款发行 大陆财政部与工信部也拿出30亿 以讲补结合的方式扩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 为遇上前况的民气速解融资压力 那么给市场一个定心栏 实际上都释放了不少的利好的消息 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稳定市场的信心 市场的表现跟经济的表现之间 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差 这就意味着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 更多的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就指出 当前对北京来说 难点是在坚持必要改革同时 也要应对贸易摩擦冲击下的五金级 而大陆高层近来频频喊话 揭示提振经济的核心还在于民营企业 金融时报也说 唯有对外资开放 对民营企业开放 才是中国反击川普 打赢贸易战最有力的武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YK